第一大点 大卫的后裔成了神的儿子 说出基督借着复活 被标出为神长子的过程 这个第一重点 保罗说他被分别出来 归于那论道神的福音 这指明神的儿子乃是福音 儿子名分的福音 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 保罗他被分别出来 就是为着儿子名分的福音 儿子名分 我们今天也要有份于 这个儿子的名分 基督他完完全全 在神性上是神的儿子 在人性上也是神的儿子 这个今天我们也要 完完全全的 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儿子的名分 这个长子怎么样 种子也要一同怎么样 第二 沙姆尔记下七章12至14节上半 用预表所说的预言 在罗马一章3至4节得了应验 将神成为人 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 成为神的这个奥秘 揭示出来 在罗马一章3节4节 就把沙姆尔记七章12到14节 这里把它实化出来了 但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 在两千多年前 基督复活的时候 我们就和他一同复活了 我们就得罪重生了 就这时间上来说 我们受尽的那一天 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我们今天 还要在过程中继续继续操练 在这个标明的过程中 第一小点 基督在他的神性里 是神的独生子 借着成为肉体 穿上以神性 毫无关系的肉体 就是人性 在他的人性里 他不是神的儿子 耶稣在他的人性里 是大卫的后裔 是属于神救灶 救人 这个 救灶的人性的后裔 基督 当基督在他的人性里 以大卫后裔的身份 死在十字架上时 他将救人 连同救灶 定死在十字架上 废除了魔鬼 在肉体里定罪了罪 并审判了 世界 借着定死 这个十字架 所以这个标明 是借着定死 定死十字架 我们今天 要更多的被 标明出来 我们要经历 他的定死 天天被定死 天天被置于死地 我们就会有一些 复活的 显明 这个定死 不是 这个受苦 定死的经历 就是 回到我们 条河的灵里 我们越回到 我们条河的灵里 我们就越能够 主观上 来经历 这个 定死 那我们越经历 这个定死 我们就越 显明 显明 越会像他 我们会有神的儿子 第二 在复活里 他的人性 成为神圣的 得以止化 意思是说 他不仅在 他的神性里 是神的儿子 也在 他的人性里 成为 神的儿子 这个刚刚 我们在 罗马一章 四节的 注决里面 就是说到这个 今天 不仅是 这个神性里 他是神的儿子 在 人性里 他也成为 神的儿子 所以他 完完全全 就是神的儿子 Amen 他怎么样 我们 也就是 怎么样 在 复活里 他被 标出为 神的儿子 身为 神的 长子 兼有 神性 和 人性 第一 定死之架 乃是使他 被标出 得荣耀 并 复活 最好的 路 所以 我们要被了结 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一讲到定死 就很害怕 还有教会生活 还有很多的佩搭服饰 要被定死 不要害怕 这个就是我们要天天来应用 天天不是凭着我们的意志力 在那里 在那里用称 我们要学会 从我们的深处 不断地转到灵里 不断地会从深处来呼求他的名 当我们真正转到灵里 我们就经历那个定死 自然你那个气就消了 这个很奇怪 你要生气的时候 那个气是很难平息下来的 但是你要呼求主名 真正回到灵里 呼求到一个情形 真正是在调和的灵里 实际的里面的时候 那个气就消了